各位学员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给大家讲一讲 在社交网站中进行数据挖掘 那么社交网站是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工作当中 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种网络媒体 比如国内的人人网 开心网 豆瓣天涯 或者说国外的Facebook 推特等等 那么社交网站 有一些通用的 或者说一些综合的共同的特点 比如第一点 它清晰了暴露了个人的关系网络 社交网站中的好友功能 很多时候可以作为信息收集的目标 去了解目标人物的一些社会关系 那么第二点 它包含了大量的个人信息 社交网站的一个个人资料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模块 我们可以直接读取到大量的有关目标人物的 一些个人隐私的一些信息 那么第三 它具备多种工作生活服务的功能 比如很多的社交网站提供了订餐 促销信息的发布等等 第四 社交网站往往 它的身份认证机制并非完美 虽然说现在目前很多国内的社交网站 采用了一些实名制的这样的一个注册机制 但是还是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 或者说一些手段去注册一些伪造的 或者说伪装身份的这样的一些账号 那么最后 社交网站它会记录大量的个人行为特征 用户在使用社交网站的过程当中 会发布很多有关于自己的一些行为 或者说预见的一些事情等等 这样的一些信息 那么我们利用社交网站在信息收集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可以做什么呢 首先第一点 由于社交网站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我们可以通过社交网站直接读取到 大量的目标人物的个人资料 以及发布的信息 比如直接获取目标人物的姓名 出生日期 电话号码 QQ号码 微信 电子邮箱 甚至一些昵称 车牌号码 一些宠物的名称等等 这些信息我们都可以通过社交网站 直接读取 或者说间接读取出来 这样一些信息的获取 并不一定都是从目标发布的 相关的这些文字当中获取 有时候仔细观察目标发布的一些照片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媒体的载体 都可以观察的得出 如果目标人物在某些招聘网站上 注册了一些相关的信息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注册一些 企业用的账号 直接去读取目标的一些简历 就可以直观的获取目标 很多重要的个人信息 以及获取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 或者说对目标有很重要意义的 一些关键字等等 由于这是社交网络 顾名思义 我们可以通过社交网站 分析目标人物的社会关系网络 分析目标稳定的社交圈子的一些人物分布 包括他们之间相互的关系 是同学同事或者说亲友的关系 他们这些好友的工作职能 年龄性别的这样的一个分布 包括地理位置的分布 共同兴趣的爱好等等 那么在获取了相关的信息 做了一个初步分析之后 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深度的分析 从目标人物 在社交网站中发布的各类的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语言文字或者图片的信息当中 判定目标人物的某些性格特征 可以去综合关联的分析 目标人物有哪些兴趣爱好 也可以通过目标发布的一些信息 去分析出目标当前的一些需求 或者说分析目标当前的一些主要矛盾 举个小例子 目标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员工 我们挖掘了他的社交网络账号之后 可以通过观察去判定 他是否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 或者说所在的公司企业是否存在不满 那么这样的一些情绪上的这样一些矛盾 都可以在我们后续的钓鱼攻击当中加以利用 我们还可以通过社交网站 去分析目标的一些特长和弱点 后期的一些钓鱼攻击当中 就可以扬长臂短 避开目标比较熟知的一些领域 去使用目标比较不熟悉 但是比较感兴趣 具有当前需求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方面 去进行一个钓鱼攻击 那么我们还可以在目标的社交网站当中 提取很多重要的一些日期文字数字等等 那么这些信息都很有可能会被目标人物作为 自己所设置的一些账号密码的这样的一些元素 我们在获取了这样的一些信息 分析了相关的一些数据之后 我们能干什么呢 首先最常用的 我们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钓鱼攻击 我们可以根据目标当前的一些需求 比如说它所具备的一些主要矛盾 比如针对的发送一些钓鱼邮件 又使目标打开我们的邮件 提高我们钓鱼攻击成功的概率 那么第二像我们刚才所介绍的 获取更多的目标相关的一些日期数字 或者一些名称等等 可以完善我们的密码构成这样的一个元素 对后期破解目标人物所使用的密码 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也可以通过社交网站 使用一些伪装的账号 与目标企业这样的一个员工 去进行直接的交流 套取目标企业所具有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 比如它的安全措施 它的网络架构等等 我们通过社交网站 获取的手机号码 一些电子邮箱的一些地址 也可以在其他网站的一些数据库当中 去查询目标可能会使用的一些密码 那么最后我们还可以判定 目标可能会使用的安全技术 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个目标企业员工 经常去的一个论坛 或者说目标企业员工常用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网站 我们可以通过大概的判定 比如说目标这样的一个员工 大多数是加瓦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员 或者说大多具备私科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格证出 我们可以猜测目标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可能会大量使用一些私科的网络设备 或者说他们的一些相关的软件 是用加瓦或者说C语言等等进行的一个编写 获取这些信息综合分析 利用这样的一些信息 会为我们的深度测试提供非常有利的帮助 我们在社交网站之中 进行数据挖掘信息收集 一切的前提都是身份伪造 我们需要使用一些伪装的身份的一些账号 读取或者说与目标进行直接的一些交流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一些提示 我们使用伪造的账号密码 身份信息需要长期在各主流网站 养一些伪装的账号 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要说养呢 就是说你使用一个新的注册的账号 去问一些敏感的一些问题 交流一些敏感的信息 那么很容易被目标人物识破 注册时间越久 网站中个人信息越丰富的这样的一些账号 更容易会获取目标人物的一些信任 第二点账号的信息 例如照片博文或者说发布的一些状态 使用的一些签名等等 可以从别的他人的这样的一个真实账号当中去获取 并时常维护 我们可以在注册一些伪造的账号的基础上 经常去关注一些特定的一个人 或者是数个人的这样的一些社交网络 他人发布了一些相关信息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提取过来 发布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伪装账号上 那么最后所养的账号 尽可能涵盖更多的身份 年龄分布 包括职业分布 大家使用这个社交网站伪装身份的时候 并不需要只用一个账号 我们可以注册很多的账号 把这些账号伪装成 比如年轻的女子 或者说具备一些专业技能的工程师 这样的一些身份的一个伪装 更多的身份的伪装 会让我们在渗透过程当中 对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人物 去进行一个有选择性更多的 有针对性的欺骗的一个功能 好的 这节课我们最后 给大家留些客户作业 希望大家在互联网上 以自己 以学员各自自己为目标 去收集自己的各类信息 看看自己在网络上 会有哪些信息去暴露出来 可以分析出自己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关系网络 或者说一些新趣爱好 等等这样的一个信息 大家作为一个练习 在课后可以尝试一下 好的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